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县头份是东京路上移动新建案,外观吸引地段也加吸引许多小资族购物制产,不料近日却传出建商将房屋抵押全交给他人,使得许多屋主无法向银行贷款,甚至有屋主付了钱却拿不到钥匙,许多人眼见新屋落成却无法入住, 愤而成立自救会向苗栗县消保官陈情,判政府代为讨回公道,该建安为地下二层,地上十一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,临近上顺商圈,距离市中心不过五分钟路程,于去年底接近完工,吸引许多小资族付出数十万投期款,判议员购物梦, 但近来陆续有成购户向苗栗县消保官陈情,有人称按照工程进度付款,但却被建商阻挡,无法进入看屋,另有人则是已完成过户,却拿不到钥匙的窘境,而多数住户要向银行贷款时却受阻,才发现建商已将房屋抵押给他人,未在交屋前将抵押全清空,以至于银行不肯放贷。 苗栗县消保官表示,初判疑似建商资金周转不灵,以至抵押权位清空引发争议,但由于陈情的情况千奇百怪,现一消保法先请各住户填名陈情示意后,会再由苗栗县政府发文给建商,要求于15天内解决。